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哦 实际也double 好吧 然后一天会有三次 也就是说可能50 20 40 80这样子跑 OK 那蛮 还蛮实用的 好 大概就这样子 一一的守护能力就能变得更强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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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很難的 就比不上胸口哨 那就等到這裡 基本上滿桌子 就來要找到 不不elet 不死 啊 好 那我們進行突破的動作吧 先突破 李銀鳳 我變三星了 其實是 看見 即使是三星 他還是SR 是把他的天賦技能升等 原本是造成12%後來改成14% 自身氣血一樣是100% 其他一樣不便 然後戰後物攻提高8% 所以突破之後角色的成長率會提升 豬能成長率提升 他寫成長率耶 是指說他上升等級之後 那個提升屬性的人力值會比較高嗎 是這個意思嗎 好 好 突破青 青螺 OK 是不是有了力量 就可以更好的保護小公主了 氣血 大於等於10% 現在變成大於等於 欸 大於等於90% 喔 因為是100%啦 看錯 100%跟90% OK 提升一次真實傷害 然後變成0.15 然後成長率提升 OK 喔 所以突破是 成長率的屬性提升跟 他的天賦技能 OK 平日裡子怨姐姐最溫柔 最會照顧人了 你的聲音好大聲喔 好 還有什麼 OK 突破 目前最後兩個可以突破 OK 就這樣 魏師兄 話說玄冥教人 是怎麼找上你們的啊 當我們離開石潤宮 這一路上就老遇到他們 英雄怎麼突然問起這個 嘿 想問問問魏師兄 心許是知道他們有什麼目的 諾菲是親眼所見 都不知道他們在念字死之緣呢 對 玉璽 這刻盤 確定要由我保管 我想 也只有你能保管吧 蛤 為什麼這麼說 心鬼刻盤 我有身具幽影的人 犯了長久觸碰 我所知的 就是這些了 幽影 那要是我身具幽影 我不就成了羅侯眷主了嗎 你在胡思亂想什麼啊 這應該是那隻禁地 你一個黑人 讀科凡史出了差錯 真的是這樣嗎 各位各位 快幫幫忙 有強盜打傷了我們 截走了我們壓的鏢 要是丟了鏢 我們哥幾個 怕是得砸了飯碗 好我們就要上場 前鏢的就是那伙人 哼 找到那帶了貨的傢伙了 這下他可跑不掉了 媽的 荒山野嶺 居然被那個壓鏢的找到幫手了 舊娘的不該留活口 帝兄們 幫我攔住他們去 這趟可不能走空啊 楊英左先去右邊 然後站這裡 發動 欸 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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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劍影出光 好 這樣就是他的攻擊力 哦這是鐵位的技能 那簡單那就是這樣 連影之術 GO 不愧是練presa 鐵位 4帽位 輕鬆啊這游戲 先這樣 欸好像冰淨孤召 哦 被打是蠻痛的 這哨把 這哨把不強勒 先攻 好 沒打死 好 我們看一下那個 雅布斯的普通攻擊長什麼樣子 欸 蠻強的耶 糟糕 葵帽之星 葵帽之星是什麼 哦 應該贏了 欸 欸 打不到 糟糕 想走 想走 然後 會不會拿經驗喔 剛剛有 剛剛有 有嗎 好 我們從這個 神龕 得到寶箱 這是第四次的 好 這個最後一次了 然後 看一下 背包的寶箱 會打到什麼 會開什麼東西 哦 哦 OK 那這個還蠻好用的 神龕的作用就是這樣啦 神去攻探宮女 說不上 說不上來 總覺得有些古怪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他口上那個詹女 是個什麼樣的人 不許胡說 我們小公主 你都是英靈的 你那小公主不是現在的這詹女好嗎 小公主 小公主在哪 完了 難道小公主又被抓走了 浮生路夢 引路匯卷 原來是真的 怎麼了 浮生路又是什麼 傳說失去的觀音 都會留在世間留下痕跡 這裡面的 便是這些了 哇 真的欸 那些歲月中的事 做好多些見證者才好啊 快開風之鎮 把這些匯群都送出去 送出去吧 許個願望 但願世間一切都 都要好留結局 之後也可以 噢 噢 噢這是一些CG圖就對了 然後分享出去 會得到四之鏡 噢 噢 你看 大家有看到這把劍嗎 反射的是 夏侯儀 好這個應該就是 幽城換劍路結局的時候 嗎 似乎有神秘的力量在召喚我 發生什麼奇怪的事情 似乎你可以突破了 你看似乎用你的外型傷魂 就可以了啊 想來這些碎片就是傳送中輪迴裡 上路的人魂碎片 帶著上一次的記憶 我的人魂碎片 我難道不是活著嗎 我是誰我在哪 這看起來獨角的 碎片是隨著劇情的 這是副 呃 死人靈力在脈搏中湧動 我的人魂碎片 事物真的殘跡 那些武功招式 事成相似 哦 滿旗之後 就會變SSR呢 升星就要 行外傷魄 主要可以在召喚中得到 可是主角的要去哪哪 哦主角的行外傷魂 可以在主線劇情十字起的 玉佩寶箱內獲著 所以三小強是一定要練的啦 各位 跟孟戰一樣 OK就這樣啦 哦 這裡 怎麼覺得有種奇怪的力量 在吸引著我 背包裡的刻盤 似乎也在沉沉欲動 這山壁的裂系裡面 有什麼東西 去看看 這裡面 似乎有天窮倒影出的力量 難道是那樣的嗎 創世是留下的嗎 可真是 是 你 你怎麼會 阿玲 阿玲 你怎麼了 玉池哥 你怎麼突然就不走了 快走唄 姨姨還想去重慶府搓一頓呢 玉池兄 你臉色怎麼突然這麼差 跟鬼上身了似的 這人是怎麼回事兒 上回在幻花劍派也是這樣 我祖上那什麼附身不附身的說法 難不成是真的 但他手裡又沒那件東西 我沒事 這岩漿山壁的裂系 能通哪兒去 啊 能通 能穿山過去的 走吧走吧 啊 聞起來 似乎 裡面有什麼怪物 也許可以抓來吃 哎 你別亂跑 伊伊 你給我回來啊 喂 喂 你們跑慢點 等等我能怎麼樣 真是的 每次都跑這麼快 我倒是經過這樣的地方 這兒估計就是傳說中的地脈節點 靈脈光暈 傳說地脈是盤骨經脈所化 通常與武林對應 天地間靈有多寡聚散變動 陰陽交態生生不息 這是優良 炎之優良 冰之鋼盤鬼 雷之鋼化鬼 暗之死鹽鬼族 這裡看樣子是炎之靈脈 可得當心著優良 他會將體內吸納的炎之靈氣 傳輸給這些被他控制的妖魔 炎鼠像的妖魔威勢會提升 這樣 在這打起來 我們豈不是很吃虧 也不盡人 想來凡事皆有解 一一猜 這裡也應會有地脈之氣泄出 想來 我們是能獲取這些靈氣為其所用的才對 好 這邊就是靈脈光源的 關卡 有兩處靈脈機關 每處機關可以被觸發 只可被觸發一次 靈脈機關的效果有自己的驕傲 它不可以被重複疊加 你以為是超級賽亞人達爾的驕傲嗎 不同的靈脈光源不同的靈脈機關 OK再次行動 這裡的首領喜歡被稱作冤影 他們用周期性的靈氣傳遞 將靈脈效果賦予場內其他妖魔 證明誰在這裡的老大 不同屬性的首領特性不同 但在言之靈脈這 就先尊重一下這裡的首領 小心他會吸血 OK 收割靈脈傷害提升20% 可再次行動 哦 改變屬性的boss 誒 說不定租號很強 難說哦 人家的靈脈 炎之靈脈的效果是 烈焰收割 能將傷害提升 並且能再次移動 對 OK 就這樣而已嗎 好 把把這個滅掉 把把這個滅掉 看會不會出發先攻 欸不會 我以為你覺得 覺得有可能 我跟你很快 看會不會出發 就這樣擅長你 我召開 看會不會出發 只好 那就走 拍一張 吧 便當我下輩子 包括今天 拍一張 後來 拍一張 還行動 這個 好我們去拿這個寶箱看是什麼 好 你手臂上的印記和刻盤一樣與地脈有感應呢 你看印記流動的走向坊間一聞傳說中山川河流的脈絡走向隨時時變遷變化 真的 依依有些相似呢 石輪的印記和山河脈絡變遷痕跡 你看這裡還有這裡就能找到地脈節點 靈脈光淵 噔噔噔噔噔 好這個是 你脈分為五種屬性 炎冰雷光暗 每日前三次挑戰可額外獲得獎勵 盤古靜脈所畫的地脈節點妖魔盤鋸 消滅妖魔可獲得冰刃摧毀的材料 完成副本即可解鎖下一個等級 OK就這樣 OK組隊是不是 好組隊在這裡 目前沒有隊伍 真可憐